草屯复工国桥日前举行家长会长连任继委员顾问志工受证典礼 以户外参会的方式来感谢这群劳苦功高的人员们 包括各界名义代表家长等嘉宾接热烈出席盛会 会中也由李俊宏会长颁发聘书及纪念品 感谢这群幕后的推手 经常穿针引线负责进职奠定良好的基础 会长连任所以特别邀请这些劳苦功高 对我们学校很支持的委员们 志工们以及我们的一些顾问们 共同到学校来受证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会长愿意来连任 也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委员来支持学校 志工来帮忙学校 让整个学校的运作非常的顺利 先远离周中特别感谢会长 校长 老师及委员们等人 共同打造出这所优质幸福的学校 成为校务推动上坚强的伙伴 期盼未来在李会长的带领下 让校务运作顺利与确实推动 期待 富光国小在校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跟所有的老师们共同继续在努力 让我们的富光国小继续长大 继续成长 达到我们最优质最优质的教学环境 教学的内容 祝福我们尊宏 连任 感谢他 辛苦付出 我们所有的国民团 集齐 家庭委员回所有的收听 我们志工所有的辛苦 先远蔡明轩表示 自李俊宏会长接任以来 肩负着协助学校推展教育 及提供改进建议事项的工作和角色 学校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可见其背后默默支持的家长委员会庞大力量 我们富光国小 由我们李会长 结任会长以来 跟学校一直做一个沟通的管道 也可以看到他我们就任的一个餐会 跟余网不一样办在户外 当然也感谢我们的会长跟我们的校长 让我们的学校跟家长会共同来努力 为了小孩子的就学 包括环境 一起来做一个努力 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小孩子的售教的品质 可以越来越好 校长表示 看到地方社区中各个重要人士 都出席了这场盛宴 显见李会长在地方上的人脉 及为人成功之处 相信有团结及互动良好的家长团队 绝对是学校坚强的后盾 记者洪一伦 朝屯 采访报导 再结束 明镜丝